第1题 里面的话基本上我们要显示几个讲义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在那个什么呢 背注里面呢 判断说它的体重是标准还是不标准 那所谓的标准 指的就是说呢 它的最关键的那一栏 就是增减体重百分比那一栏 里面的话呢 把这个切过来 最关键是最栏 里面的那个增减体重百分比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前面是它的标准体重 后面是它的标准 它的体重跟标准体重相比较 像这个女生 她现在的体重45公斤 她的标准体重是57.4 意思是她增胖 增胖多少 就是增减体重要增加百分之七 她原来体重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六 意思是她太瘦了 对吧 意思类推啦 那标准的应该是增负百分之五之内 OK所以呢 基本上如果说我要判断是否 是否 那个标准的话 那基本上呢 我要不就是百分之五 以上 要不就负百分之五以下 那这两个区域的话 都是属于不标准的 中间这一块呢 才是属于标准的 可是我要怎么样把这个逻辑给做出来 这里的话呢 我需要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在备注里面的话 游标放上去插入一个函数 函数名一样用if if什么呢 逻辑 逻辑的话 所以我逻辑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增减体重百分比如果大于百分之五的话 这个是不标准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啊 证据理由百分之五 它如果小于复版之五也是 可是问题 一个if里面的逻辑只有一个格子 如果你要放两个以上的条件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我的习惯 在前面加一个什么 它是连接还是交集 刚刚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有没有可能有交汇的地方 没有嘛 那所以一定是偶尔 如果有交汇的地方 那就是end OK应该可以了解啦 反正逻辑里面不外乌就偶尔 不外乌就end啦 那这个地方我是用偶尔 所以记得哦 我在这个前面如果要两个以上条件 那我的习惯 会直接在逻辑前面加个偶尔 然后钱瓜糊 第一个条件先打上去 再到后面补一个痘点 第二个条件再补上去 这个什么样小于-5% ok-5% 好后瓜糊一下 这样的话呢就做完了 当然你还可以再逗点啦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我印象中好像最多可以七个吧 还是多最多255个 不过理论上没有人做那么多的逻辑判断 好 如果呢这两个其中一个为true的时候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它是不标准的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输入一个不标准 OK不标准 反之的话呢就什么呢 就是剩下就标准 所以呢我们是怎么样 这个里面的逻辑是 先把那个不标准先抓出来之后 剩下就标准了 OK应该可以理解了 按确定 好 确定之后向下填满 第一个就做完了 不过请各位做另外一个练习 也许可以把那个综合练习再拖拉一下 拖拉过来 Ctrl键按住啦 这边也许可以把它改成用and来做 我刚刚是用oh来做对不对 所以呢请各位可以试着做做看 假如说我用and可不可以做得出来 当然可以啊 有没有刚刚是挑出不标准的 那and我是挑出标准的 对不对可以啊 所以刚刚这个逻辑 如果把它删掉的话 我要重新把它改成and 怎么做 这个另外一个变化题 把偶而改成and试试看 那第三个的话 也许可以试一下 因为不标准里面有 那个过瘦的 也有过胖的 那我也没有办法把不标准里面呢 再做筛选 把那个过瘦的 比如说像刚刚27.6 哇那个太瘦了 他增加他现在的体重27.6%的话 那表示他实在太瘦了 所以有过瘦跟过胖两种 那不标准呢 我如果说我希望 快速的把那些过胖或过瘦的人呢 也抓出来 那怎么做 就是说再针对不标准再筛选 这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先也许第一个 先偶而的部分 先做做看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做and的部分 and做完之后的话 再想想看 如果可以把那个什么 过胖或过瘦可以挑出来 因为同样是不标准 可是这个不标准里面呢 又差很多啊 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健身 健身中心的业务人员好了 那你当然 你要找那个 你的客户来源 应该 应该 如果想要找 应该是优先 以那个什么呢 他体重是过胖 我想应该为优先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把不标准里面呢 把过瘦的踢开了 剩下来把那个过胖的抓出来 那要怎么做 所以其实要把资料里面再抓你要的资料 这件事还蛮重要的 那怎么做 其实基本上也是逻辑判断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今天刚刚一堆逻辑判断 这边也是逻辑判断 所以这个都是来做逻辑 逻辑非常的重要 无论你在任何地方 你都要做逻辑判断 才能够抓出你需要的资料 试一下 and